可以怎麼樣呢 把剛剛的東西 比如說現在在雲端上面嘛 那你可以 把剛剛的網址這個網址對不對 把它複製起來 如果別人要抓的話 其實 可以直接透過這邊有一個 資料 從web有沒有 他這邊有一個貼上我把剛剛的網址貼上 一樣可以看到 剛剛的東西 那你可以看你要匯入哪一部分 你可以去挑選 挑選之後的話 一樣可以做匯入的動作 一樣可以把它匯入到那個我們的 這個Excel裡面 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可以匯入了 這台電腦好像是版本的關係 IE有點問題 那其他電腦我試過 好像在XP裡面 會有問題 在WIN7裡面沒有問題 你就可以把資料 從雲端上把它下載下來 大概會有這幾種應用 那這個我想將來有有機會我再跟各位做補充 那主要今天 你們我想等一下你們有時間可以試試看 第一個 如何把你的 你的Excel檔 丟到雲端上去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讓他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網頁 可以發佈到什麼 發佈到網路上面 會有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 我建議各位怎麼樣 把它縮短 縮短之後的話呢 就把這個複製起來 再 產生一個 QR Code 所以那個網址很好記 GOO點 這個也是免費的 而且我這個已經用很久了 到目前為止 好像都OK 從來沒有發生過問題 所以我才敢推薦給各位 不然的話 如果 只是個玩具的話 那當然 我 明天又不見了 那 被很多同學罵翻了 我想說 推薦怎麼都這麼爛東西 但是應該是OK 因為我用了 至少 至少五年有了吧 到目前為止 好像還沒什麼 沒有發生過問題 比自己架Servor 還要穩定 自己架Servor還要去擔心被駭客入侵 還要架防火牆 還要擔心台電 無預警的停電 對不對 停電之後你Servor就連不上去了 或者是什麼 Microsoft又 什麼更新 更新之後又出披露 又連不上限制 都不用管理 放在Google上面 蠻穩的 而且 不用擔心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那Details裡面 就會有一個 這個QR Code 出現了 所以 我覺得它很好用的地方就是 短網址 加QR